巴基斯坦有一堆罕见的连头双胞胎女婴 为了将她们的头部成功分离 由各类专家组成的团队 借由3D扫描和列印技术 手术前就在模型上进行模拟练习 历经超过50个小时的高度复杂手术后 终于将两姐妹分开 让她们再一次享有崭新的人生 近日英国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成功分离 来自巴基斯坦的两岁双胞胎连头女婴 在历经超过50个小时的高度复杂手术 包括分离 头颅 脑部和血管 终于将两姐妹分开 女婴的母亲很感谢医疗团队所付出的努力 这对两岁的巴基斯坦双胞胎女婴 名为沙法和马瓦 她们是极罕见的连头双胞胎 不仅头盖骨相连 一部分的脑部组织也相连在一起 双胞胎的母亲找到了有过两次分离头部相连 双胞胎经验的英国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求助 为了详细了解双胞胎的大脑连接情况 神经外科医生欧瓦赛召集各类专家 从麻醉师 整形科医生 神经外科专家到生物工程师 3D建模设计师等建立一个一百多名医护人员的手术团队 并借用虚拧成像 3D扫描和列印技术 在模型上进行模拧和手术练习 经过大量的准备工作后 第一次手术于2018年10月15日正式开始 为了分离双胞胎脑部相连部分 医生必须先截断共享的动脉和静脉并重新分配 由于他们正值好动年纪 新建的头颅必须足够坚硬 才能抵抗活动时带来的压力 在经历五个月的手术过程 沙法和马瓦成功分离 术后恢复状况相当良好 母亲和外公也开心地与两姐妹留影 庆祝新生 据统计投入相连身体分离的连头因 发生几率不到百万分之一 而脑部组织相连则更为罕见 全球每年预估有50对连头因出生 当中只有约15对能活过一个月